哈喽,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小三课堂 这节课呢,要跟老师一起学习的是作文的技巧 大家写作文的时候,有没有一个感觉啊 就说好像平时身边发生很多事 但是呢,一要写作文,发现这些事啊 就写进去吧,觉得事还太小 然后就总觉得身边发生的事就不能用作文素材 有这种感觉吗? 有 有过是吧? 所以很多时候就很郁闷 说老师,那你说我平时的生活也没有素材 我这个吧,写作业也没有什么时间去看书 诶,书中我也积累不了素材 那我到底该怎么办呢? 这作文怎么他能写好呢? 其实同学们啊,不用怕 这节课呢,小文老师就告诉大家 如何去把咱们身边的这些小事 把同学们在家里,在学校都经历过的一些事 诶,给他转化为一种实用的写作素材 可能看着非常平常的在家里发生的一件小事 诶,就你的妈妈之间的一段对话 可能也能够展开成一篇文章 那如果学会了这种方法 同学们以后就练就了一个本领 就是说无论生活当中发生什么事 大事小事,咱们都能把它转化成作文素材 这样以后写作的素材就大把大把的来了 在考场之上,这素材就犹如这浆水一样 涌入你的脑海当中 好,那么我们就看今天的课程 那同学们一定注意啊 我们今天课程呢,其中有三篇立文 那你一定要打印出你的讲义 以后呢,再看这个讲义 就相当于是一本什么呀 这优秀作文选了 而且老师讲的过程当中还会有一些版书 你呢,也要记在你的讲义旁边 这样以后就知道,哎,我要怎么去跟这个作者来学习这个写作技巧 那今天老师带来的第一篇文章啊,是情感类的 我们在暑期班的时候已经讲过了 说这个作文的素材分类啊 分成这情感类的和成长励志类的 对吧,而情感类的是咱们考察的一个重点 考试当中经常考 所以老师先给一篇情感类的 那么有请小静为我们读一下这一篇 立文同学们认真听啊 立文一,凝聚 爱与被爱有时都很简单 甚至仅仅凝聚在一个芒果上 那天同往常一样 我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家 打开冰箱 发现冰箱中安静的躺着一个大芒果 旁边还放着一张字条 儿子,芒果记得吃 字虽然很少 但是却能感受到丝丝的爱意 我拿出芒果放在书桌上 便开始了学习 不一会儿,妈妈回来了 她看到桌子上的芒果 又叮嘱我一句 芒果要记得吃 说完又冲冲的离开了家 时间悄然到了11点 我伸了伸懒腰,看见了芒果 我拿起芒果,仔细地端详 这个芒果心里透着红,下是可爱 我使劲秀了秀,还真香啊 还是把它留给妈妈吧 妈妈更爱吃芒果 于是我又把它放回了冰箱 并留下了一个字条 妈妈,芒果记得吃 第二天,放学回家后 我打开冰箱 那个芒果却还躺在冰箱里 只不过纸条上的字被改了 儿子,晚上妈妈和你一块分享 我笑了 因为我想象着妈妈看到我的纸条 肯定很幸福 我幸福了 因为我马上就要和妈妈分享这个芒果了 可晚上,妈妈因为加班没有回来 于是我又把纸条上的内容换了 妈妈,芒果再不吃就坏了 记得你要吃了它哦 第三天,妈妈还是没有回来 我看了看冰箱里的芒果 再不吃就真的坏了 但我还是没吃 因为我真的想和妈妈一起分享 妈妈回来的时候 我已经睡着了 妈妈幸福地把我叫醒 说要和我分享冰箱里的芒果 可打开冰箱,拿出芒果 皮还依然鲜美而且冰凉 可里面已经严重变质 但我和妈妈都没有表现出遗憾 因为我们好像已经分享过了 我们笑着彼此是个大傻瓜 但我们依然很幸福 因为那已变了知道芒果 其实就是爱的凝聚 好,同学们 整篇作文已经读完了 你有没有发现一个关键词 这篇文章的线索 芒果 芒果,对吧 芒果,吃着芒果,看着芒果台 同学们最喜欢它什么 快乐大北影什么 爸爸去哪了 那你看 一个水果是咱们生活当中 非常小的一个小东西 那同学们肯定每天都吃 有的家长啊 可能每天还给同学们准备 好几种东西吃呢 那我们看看 整篇文章 它是一篇命题作文叫 凝聚 那很多团团一看 凝聚 一般就往虚的东西上去想了 什么凝聚母爱 凝聚力量 凝聚什么什么的 同学们别往这些虚的东西上去想 遇到这种命题作文 你先去想 在生活当中 有没有一个食物 注意啊 是这个食物 当然 你通过学习这篇作文 你也可以把它理解成什么 是的 食物 没办法 饭团都通病 是吧 只要看见吃了 马上两眼风光 这才叫标准饭团 好 老师给你的建议就是 凡是拿过一个题目 你先往食物上去想 就有没有一个东西 它能够承载这个题目 一旦你发现了这个东西 那也就相当于 你整篇文章的一个线索 是不是已经确定了 是 那我告诉你 一篇有线索的文章 基本上啊 它的结构分都能得全 再有 有线索的文章 一般不容易偏题或者是跑题 因为你想题目的这个中心 我去移在这个食物上 这个食物还贯创我整个这个故事内容 那我想跑也跑不了 它就像一根绳子一样 拽着我 赠着我 所以说 第一 一定要落实到食物上 这是选材的第一个要义 就你别想那虚的 什么力量啊 什么玩啊 什么鼓励啊 什么欣喜啊 这些都是虚的 必须得是一个食物 那么再来看 第二个原则是什么 这篇文章仅仅是 这个母亲和儿子两个人怎么样啊 围绕着一个芒果怎么样 写字条对不对 对 你给我来 我给他 再来给 再给 有点像咱们那个童谣一样 什么拉大句 扯大句 来回 你吃 哦不 你吃 更像易达那个 你的易达 不是你的易达 这个妈妈说 儿子你的芒果 儿子说 不 妈妈你的芒果 来回的就开始推 你看 这些小说非常好 非常小 就说妈妈让儿子吃芒果 儿子觉得啊 还是跟妈妈一起吃 然后来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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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那么这个第二个原则是什么呢 咱们选材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啊 从小处所守 第一个是食物 你抄下来 把这三个啊 链抄下来 你掉一个 一 就是选材的第一个要义 抄下来 这三个 就写在你这个讲义旁边就行了 好 我们再看第二个 第二个是什么呢 一定是生活当中的一件小事 你不要写太大的 尤其不要写时间跨度太大的 说我从小到大呀 这些事 你就写去吧 千万别这样 你就选取一个时间段里边的啊 一件小事 那么这样的选材方法 才是最能够贴近咱们初衷的这个写作的要求的 所以这个内容分 你如果想得的多的话 那么你一定要选小事 那你说老师我写我就写啊 我写了一字条 说妈妈你吃吧 妈妈再写一字条 儿子你吃吧 这字数不够啊 那同学们读完了这篇作文 你感觉他怎么凑够这些字的 他有心理描写 哎 第三个同学们 来 心理描写 我们统称一下就是描写 我们来找一找这篇文章当中 他通过哪些描写 把这小事给写长了 字数给写多了 我们看 首先 他说我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家 哎 这一个状态写的就很好 再有 说冰箱中安静的躺着一个大芒果 你看他的用词啊 还有字条是怎么样的 再有 字虽然很少 但是却能感觉到这是对他心理的描写 对吧 对 然后还有 整个的 不一会妈妈回来看到桌子上芒果 又叮嘱我一句 就是妈妈的语言描写 是 对吧 然后接下来 再看 时间匆匆而过 哎 小事啊 他有一个什么 也是有一个时间段的 只不过他的时间段不长 但是你如果想拉长这个时间段的话 你就可以以非常小的时间点 比如说一小时过去了 两小时过去了 对吧 你先别写作文就一天过去了 要不就一年过去了 这太快了啊 你看人家 时间悄然 注意这两个字的读音啊 第一个字三声 悄然 好吧 然后你看 他有什么描写 动作 动作描写 我伸了伸了 要一个动作描写 然后拿起芒果 仔细端详 芒果清理 什么透红 下次可爱 我又使劲的秀了秀 整个这一段 是他的动作描写 加上芒果的一个什么 形态描写 或者说芒果的一个外貌描写 对吧 对 你看 他就是通过这种对人物反复的描写 还有心理描写说 还是留给妈妈吧 妈妈更喜欢吃芒果 心理的这个斗争 对吧 你看 像这样的描写 他就撑起了字数 然后再跳到第二天 其实他可能就几天发生的事 然后打开冰箱 还是那个芒果 字条上的字 变了 整个的这个过程 你看 儿子跟妈妈之间的这个情感 通过什么来连接 纸条 纸条 对吧 我们同学现在在写作文的时候 一般都是跟妈妈正面交锋 对吧 你一般都会写 直接见到妈妈 然后妈妈为你做什么什么什么 基本都是这样的结构 而这篇文章 让我们觉得新奇的地方 就是在于 这个儿子跟妈妈 好几天没通面 他们的联系 只有这一张字条 我们通过字条上的字 来感受母子之间的这种沟通 而且你发现 这字条有什么作用啊 它其实有一点悬念的作用 因为你根本不知道 接下来这个人看到的这个字条 他会有什么反应 你不知道哪一天妈妈才会回来 看这个字条 对不对 对 所以就像我们看电影 有的时候也是 哎 这男女主人公还没见面的时候 怎么样 发短信 然后就屏幕上发发跳出来这个字 要不就以前那写信 像有一部电影 叫做那个湖边小屋 The Lake House 也叫触不到的恋人 可能有同学看过这个小说啊 就是什么意思呢 两个人生活在两个时空 然后怎么联系呢 就是比如说这女的 在二年后住的是这男的 二年前住的房子 然后他两个时空都存在 他们俩怎么联系呢 就在房子门口的这个信箱 你就发现二十年前和二十年后的 一对男女 他们通过这个信箱来联系 他们俩从来没碰过面 但是在电影当中展示的是 他俩住的是一个地方 啊 就挺神奇的 其实这个也是通过这字条 哎 增强了悬念感 还有 那么晚上妈妈没回来 还是没回来 怎么怎么样 这个字条的内容啊 慢慢慢慢加进 那么下面咱们再来看一下 这篇文章 他点题的地方 题目叫什么 凝聚 凝聚 好 我怎么通过这一个小芒果 来把凝聚这个题目点上 你发现他前面都没有提凝聚的事 就是我跟妈妈写字条 吃芒果的事 那你看最后怎么 拉回到凝聚上 说什么呀 我们依然很幸福 因为那已变了质的芒果 其实就是爱的凝聚 首先点到芒果 文章的线索 然后告诉你 我这个线索 其实就是你题目要求的这个主题 你看这样一扣题 你就选了整篇文章 整个这件事跟凝聚都有关系了 那我问你 如果我没有第十段 我写到第九段就结束了 你会觉得这篇文章写的是什么 就吃芒果呀 还有两个字是什么 他第九段提到的 分享 对不对 他说 妈妈要跟我分享这个芒果 然后变质了 因为我们好像已经分享过了 其实你看这件小事 我说它是分享也行 说它是凝聚 其实也行 说它是什么滋味呀 味道啊 说它是这些什么关爱呀 对吧 我跟妈妈互相的关爱 都觉得对方喜欢吃这个 你会发现 其实这件小事 它是从分享这个作文 给它转移过来的 同学们平时也有很多这种小事 你写的是一个题目 但是考场上 能够把它转到另外一个题目 就是我们讲的 一定要在最后一段 你怎么样啊 点题 说这个东西 就是凝聚的部分 然后你来看它第一段 第一段说 爱与被爱 有时都很简单 甚至仅仅凝聚在一个芒果上 其实它做了一个首尾呼应 像一个三明治一样 用头和尾 把这凝聚一夹 中间就换成我们平时写的 一件小事结束 是不是很简单 是 对吧 所以说开头结尾点题 然后中间选择一个实物 做线索 然后选择一件小事来写 其中穿插细致的一些 对人物的外语动身心 以及对于事物的一些详细描写 最后再点一个题就得了 所以第四个 就是说首尾要呼应 而且必须点题 第一个记得吗 第一个是实物 做线索 其实同学们 你如果能做到这四步 随便拿来一个生活当中的小事 一个生活当中的素材 你都能够写成符合提议的一篇文章 明白吧 好 那么这一件小事 咱们生活当中可能同学们都见过 那我问你 下次你还写芒果吗 这一切橘子 那必须的 对不对 哪能都写芒果呀 我妈就不爱吃芒果 同学们一定注意在用的时候 咱把它换成什么苹果呀 葡萄啊 橘子啊 都换一换啊 一块蛋糕也成啊 对吧 那过生日的时候 一块蛋糕 你留给妈妈妈妈 留给你 谁什么什么 对吧 你别都写芒果 这有点那个抄袭的嫌疑啊 把这个食物可以给它换了 事可以给它留下啊 描写可以自己再签件 手里呼应 自己根据题目再加 这样就得了 好 那么第一篇立文 咱们就讲到这儿